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天使投资是一种个人的投资直接行为 它具有规模小注入资金效率高的特点 天使投资者对企业的考察往往不是看重其既有的历史 而是更多的在乎企业发展的未来 因此企业不需要形成什么规模 也不需要有业绩 甚至不需要实现盈利 企业在初创阶段如果想要吸引到天使 将会让企业迅速的在规模和业绩上登上一个大的台阶 另一方面 有潜力的企业在未来也可能会给初始的投资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下面我们就来看三个案例 案例一 马库拉与苹果公司 麦克马库拉曾经供职于仙童半导体公司 后来他兑现了其在仙童公司的期权 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976年 马库拉结识了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 他立刻意识到了苹果未来巨大的发展潜力 马库拉不仅自己加入了苹果团队 成为公司的一员 还自己投入了9.2万美元作为天使投资 此外 马库拉还帮助苹果筹集到了69万美元 外加由他担保从银行获得到25万美元 总额约100万美元 全部投入到苹果公司 1980年12月12日 苹果公司股票上市 在一级市场每股发行价是14美元 二级市场开盘交易的价格是22美元 几分钟之内 460万股股票被抢购一空 当天苹果公司的收盘价格达到29美元 乔布斯身价达到2.17亿美元 麦克马库拉本人身价则达到了2.03亿美元 4年前 马库拉投资的9.2万美元的天使投资 增值了2200倍 案例二 贝索斯与谷歌 谷歌公司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赛吉布林 于1998年9月7日在加州郊区的一个车库内 创立了谷歌公司 这引起了亚马逊网的创始人贝索斯的兴趣 他在1998年向初创阶段的谷歌投资了25万美元 每股折合价格为4美分 共计持有谷歌625万股股票 虽然随着谷歌公司的发展壮大 贝索斯出让了部分股权 但是当谷歌在2004年首日公开上市招股时 贝索斯仍然持有谷歌330万股票 谷歌股票IPO价格达到85美元 这个时候贝索斯的总资产达到2.8亿美元 相较当初的投资增值2125倍 案例3 1999年年初 马云决定回到杭州创办一家 能为全世界中小企业服务的电子商务网站 他和最初的创业团队开始谋划一次轰轰烈烈的创业计划 大家一共集资了50万元 在马云位于杭州的湖畔花园的家里 成立了阿里巴巴公司 这个创业团队里 除了马云之外 还有他的妻子 他当老师时的同事 学生 以及被他吸引来的社会精英 比如阿里巴巴的首席财务官蔡重信 当初就是抛下了一家投资公司 中国区副总裁的职位 和75万美元的年薪 来到阿里巴巴领马云几百元的薪水 1999年秋 日本软银总裁孙正义约见了马云 孙正义表示 将给阿里巴巴投资3000万美元 占阿里巴巴公司股份30% 但是马云认为 这个份额太高 最终确定了2000万美元的软银投资 阿里巴巴管理团队 仍然对公司绝对控股 从2000年4月起 纳斯达克股指开始暴跌 长达两年的熊市寒冬开始了 很多互联网公司陷入困境 甚至关门大吉 但是阿里巴巴却安然不亚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阿里巴巴获得了 包括软银2000万美元在内的天使融资 2014年9月19日 阿里巴巴在纽约成功上市 创下IPO最大规模记录 14年前 孙正义以2000万美元投资了阿里巴巴 如今已经变成了500多亿美元 获利高达2500倍 上述三个案例都是创业企业 在最初阶段遇到了资金瓶颈 天使投资人 在没有任何可以考察的历史的情况下 根据自己的判断 主动入股注入资金 使得企业在初创阶段能够飞速发展 而最终早期介入的天使基金 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在天使投资诞生的美国 天使投资人的个人总资产 一般要求达到100万美元以上 其年收入通常不能低于20万美元 依据项目的投资量的规模 可以将天使投资人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支票天使 这类投资人相对缺乏企业运营方面的经验 仅仅是出资作为谋求分红的手段 通常他们的投资额较小 每个投资案约1到5万美元 第二类增值天使 投资人较有相关企业的管理运营经验 会参与被投企业的运作 投资额大约在5到20万美元范围内 第三类超级天使 这类投资人往往是具有成功经验的企业家 对新企业提供独到的支持 每个项目的投资额在20万美元以上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 天使投资人包括以下几大类 一 曾经的创业者 他们所在的公司上市 或者将股票转让出去 手里握着有巨额资金 有投资的需求 二 传统意义的富翁 通常是家族拥有巨额财富 愿意投向各个产业 以图高额回报的富二赖 或者家族企业 三 大型高科技公司 或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者 这些高收入群体 拥有较多的闲散资金 愿意投入到初创企业 以博取高额回报 四 部分经济发展良好的国家中 政府也扮演了天使投资人的角色 很多主权基金 也愿意出资成为天使投资人 天使投资的五大模式 包括 一 天使投资人 天使投资人多指比较富裕 拥有一定的资本金 投资于创业企业的专业投资家 在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501号条例 和1993年证券法 明确了可以成为天使投资家的 经鉴定合格投资者的标准 投资者必须有100万美元的净资产 20万美元以上的年收入 或者在交易中至少投入15万美元 而且这项投资在投资者的财产中 所占比例不得超过20% 目前我国天使投资人主要有两大类 一类是以成功的企业家 成功的创业者等为主体的个人天使投资人 他们了解初创企业的难处 并能给予创业企业一些辅导性的帮助 另一类是专业人士 比如律师 会计师 大型企业的高拐 以及一些行业的专家 他们虽然没有太多创业经验和投资经验 但拥有大量的闲散资金 以及相关行业的渠道资源 能够帮助创业企业 最初融资发展 模式二 天使投资团队 由于很多天使投资人 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他们会遇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项目来源渠道少 项目数量有限 个人资金实力有限 难以分散投资 时间有限 难以承担 尽职调查等繁琐的专业工作 投资经验和知识缺乏 投资失败率高 于是这群人就组织起来 组成天使俱乐部 天使联盟 或天使投资协会 每家有几十位天使投资人 可以汇集项目来源 定期交流和评估 会员之间可以分享行业经验和投资经验 对于合适的项目 有兴趣会员 可以按照各自的时间和经验 分配尽职调查 并可以多人联合投资 以提高投资额度 共同承担风险 在美国 天使投资团队非常发达 有超过300家天使团队遍布各州 其中有半数以上的天使团队联合起来 成立了天使投资协会 以促进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换 也促进天使投资相关政策的发展 中国也有不少类似的天使投资俱乐部和天使联盟 模式三 天使投资基金 以个人的投资为主体的天使投资模式 无论是对初创的企业帮助 还是对自己投资的能力 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由于天使投资人 具有自己的各自优势 如专业知识啊 人际关系啊等等 大家联合起来 以团队或者基金的形式投资 能够优势互补 发挥更大的作用 于是随着天使投资的更进一步发展 产生了天使投资基金和平台基金等形式的机构 天使投资基金的出现 使得天使投资从根本上改变了 它原有的资金分散投资非专业化的情形 是天使投资趋于正规化的关键一步 投资基金形式的天使投资 能够让更多没有时间和经验 选择公司或者个人参与到天使投资中来 这种形式将会是天使投资发展的趋势 在美国和欧洲 天使投资基金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 其财力资源团队能将一个初始阶段的公司 带到一个很高的发展阶段 投资成功率要比个人天使投资高很多 在现阶段 中国个人天使投资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 这给了天使投资基金更多的发展机会 应有更多资金 更专业化的团队 更广泛的资源 具有组织的机构化天使 将会成为今后发展的一个主要潮流 随着我国天使投资的发展 投资基金形式的天使投资 在我国逐渐出现并变得活跃 一些投资活跃 资金量充裕的天使投资人 设立了天使投资基金 进行了更为专业化的运作 这里面比如张也设立的青山资本 庞小伟发起的天使湾基金 新东方董事徐小平设立的真格基金 乐柏市董事长何博全的广东今日投资 腾讯联合创始人 曾理清的德讯投资等等 都是重要的天使投资基金 模式四 孵化器形式的天使投资 所谓孵化器是指某机构围绕一个 或者几个项目 对其孵化 以使其能够产品化产业化 孵化器这个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 在20世纪50年代 伴随着新技术产业革命兴起而发展起来 企业孵化器在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过程中 孵化和培育中小科技型企业 以及振兴区域经济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方面 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孵化器也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在欧洲 孵化器也被称为创新中心 在我国根据科技部办公厅2010年印发的 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和管理办法 孵化器的主要功能是 以科技型创业企业为服务对象 通过开展创业培训辅导咨询 提供研发试制经营的场地和共享设施 以及政策 法律 财务 投融资 企业管理 人力资源 市场推广 和加速成长等各个方面的服务 以降低创业企业的风险和创业成本 提高企业的成活率和成长性 培养成功的科技企业和创业家 创业孵化器多设立在各地的科技园区 为初创的科技企业提供最基本的启动资金 以及便利的配套措施 廉价的办公场地甚至人力资源等服务 同时在企业经营方面 给予被投资的公司各种帮助 全世界最为知名的孵化器 为美国硅谷的Y Combinator 它吸引了很多知名的天使投资人加入 其中孵化器浮出的初创公司 基本被超级天使或者风险投资 大力追捧和争相投资 Y Combinator一个项目只投2至3万美元 占5%左右的股份 它也会安排教练给每个创业者 并且有创业课程等辅导 但不提供创业的场地 除此之外 还有纽约市的高科技孵化器Batworks 横跨欧美的Seed Camps等等 我们中国国内的孵化器 在现阶段也有一定的发展 但是跟美国相比还并不充分 典型代表是天使湾创投的 20万8%巨变计划 李开复成立的创新工厂 北京中关村国际孵化器有限公司 中国加速联想之星孵化器等等 我国孵化器可分为高新区系列 科技园系统系列 大学科技园系列 民营孵化器系列 留学生创业园系列 截至2010年底 全国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将近800多家 其中国家级科技孵化器346家 孵化总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米 毕业企业超过4.8万家 毕业当年平均收入为注册资金的5.2倍 其中超过1000万元企业达到30%以上 毕业后上市企业超过80家 现阶段我国孵化器在孵化企业超过5万家 从业人数超过100万人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天使投资结合孵化器的两种模式 一种是政府主导的孵化器与天使投资融合发展模式 政府主导的孵化器是非盈利性的社会公益组织 组织形式大多为政府科技管理部门 或高新技术开发区管辖的一些事业单位 孵化器的管理人员由政府派遣运作经费 由政府全部或部分拨款 在这种模式下 孵化器也以优惠价格吸引天使投资机构入场 充当天使投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媒介 另一种天使投资与孵化器结合的模式是 企业型孵化器与天使投资融合发展模式 企业型孵化器为市场化方式运作孵化器 以保值增值为经营目标 自负盈亏 这种形式的孵化器 多采用自己做天使投资的运作模式 使得孵化、投资、管理、实现一体化 减少投资成本的同时 也减少了投资的风险 其运作过程充分地利用了资源配置 提高了资本的运作效率 天使投资的第五类模式 投资平台形成的天使投资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应用终端和平台 开始对外部开放接口 使得很多创业团队和创业公司 可以基于这些应用平台进行创业 比如围绕苹果APP Store的平台 就有产生了很多应用游戏等 让许多创业团队趋之若鹜 很多平台为了吸引更多的创业者 在平台上开发产品 提升其平台的价值 设立了平台型投资基金 给在平台上有潜力的创业公司进行投资 这些平台投资不但可以给予创业公司 资金上的支持 而且可以给他们带去平台上丰富的资源 综合来看 天使投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 天使投资是一种直接投资方式 它由富有的家庭和个人 直接向企业进行权益投资 是创业企业最初形成阶段 也就是我们说的种子期的主要融资方式 因此 天使投资者并不看重 也不要求企业具有规模或者业绩 而是更加看重企业的团队 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愿景 第二 天使投资者不仅向创业企业提供资金 往往还利用其专业背景和自身资源 帮助创业企业获得成功 这也是保障其投资的良好办法 像我们前面案例中提到的 麦克马库拉那样 很多天使投资者 特别看好的项目上 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加入到管理团队中去 帮助背投企业共同发展 三 天使投资一般以个人投资的形式出现 其投资形式是小型的个人行为 相对于风险投资或者股权私募投资 天使投资的规模非常小 对被投项目的考察和判断程序也相对简单 时效性更强 由于是个人行为 其投资的方式更加灵活 如果天使投资者看好一个项目 迅速可以投入资金 这是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和股权私募基金 所没有办法办到的 四 天使投资者一般只对规模较小的项目 进行小规模的资金投入 由于面对的不确定因素较多 很少有投资人在某个项目上孤注一致 通常都是从分散风险的角度 在多个项目上适量介入 天使投资介入期很早 因此某一个项目一旦成功 仍然会带来非常丰厚的回报 五 天使投资的投资周期比较长 通常要三到十年左右 天使投资的资金额度小 投资人并不急于一时的回报 也不急于变现 这样一来 企业有足够的时间去发展 实现当初的规划 这也是天使投资 往往能够取得高额回报的重要原因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天使投资发展的五大趋势 一 天使加孵化器模式会进一步发展 天使加孵化器模式是指 聚拢一帮创业者 然后聘请非常懂行业的人 给他们提供几个月的战略指导 让这一批人在一起创业 虽然不一定在一个场地 但是会让他们常常一起交流 形成一个团体氛围 这种模式 以前面说的Y Combinator 最为具有代表性 他们占的股份非常少 通常只投第一轮 投完第一轮 绝不会追加投资 第二个趋势 超级天使的崛起 超级天使以联系创业者 和职业经理人为代表 由于具有相关产品经验 以及人脉和渠道 他们获得的汇报 要远远高于其他的天使 而且他们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帮助创业者 能够完成项目运作 所以越来越多的创业者 更愿意得到 这类天使投资人的青睐 而不是从风险投资 或更大的机构去融资 三 天使年轻化 传统的天使投资人 都是40岁以上 有的甚至退休以后 他们从前一代的领域 跨越到当前一代的领域 来帮助新的创业者 而现阶段 随着创业成功人士的年轻化 天使的平均年龄 也明显的呈现下降的趋势 例如谷歌 Facebook 腾讯 百度 阿里巴巴等公司 上市以后 成功孕育了一批年轻的富人 他们多数成为新一代的天使 第四个趋势 天使机构化 近两年来 伴随着独立天使投资群体的日益庞大 以及每年迅速增长的投资额 这个群体开始尝试更大限度的聚拢资源 从过去的个人行为 逐渐向规模化 机构化转型 发展迅速的美国天使投资组织 一般拥有10到150位认证投资人 他们必须具有不低于100万美元的资产 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 1996年 美国大约只有10个这样的天使投资组织 但是到了2007年 美国至少有300家以上这样的天使投资组织 第五个趋势 众筹模式的普及 为了让中小投资者加入到天使队伍 每个地区的小型天使组成联盟 每次活动 组织者带进一些新的团队 介绍各自的项目 大家互相交流 天使投资人聚集在一起 对项目进行评审和讨论 并发表各自的意见 决定是否可以跟投 以及跟投的比例 团队充员通常来自各个领域 有律师 会计师 还有互联网专家 医疗专家 这样什么项目都可以去进行评估 要比一个人单打独斗 成功的概率大很多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国当前天使基金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 天使投资文化氛围的缺失 天使投资是诞生于美国 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波来品 在我国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字眼 即使是金融专业人士 也有很多对天使投资的特征 和运作模式较为陌生 甚至很多人很难讲清楚 天使投资的定义 民间许多富有的潜在天使投资人 也缺乏天使投资的常识 和冒险创新精神 这大大阻碍了天使投资活动的拓展 除北京以外 甚至深圳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 天使投资规模都比较小 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行业 第二个问题 创业者诚信缺失 在我国民间信用机制还不够完善 企业不守信用的事情时常发生 如一些创业企业在获得融资后 不合理使用资金 或是盈利后隐瞒利润 不给天使投资者应有的分红回报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天使投资人 未来的投资积极性 最终导致天使投资模式逐渐弱化 三天使投资者与企业之间信息不畅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 有一些专业网站 为天使投资人和企业项目之间 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 但是由于天使投资人的分散性 以及能上网项目的有限性 使天使投资与项目之间的信息 传播渠道不是非常充分 信息不对称仍较为严重 这大大降低了天使投资的选择效率 第四个问题 投资环境不完善 这主要表现为天使投资退出渠道的缺乏 和天使投资相关法律的缺失 我国现有的证券市场效率有限 不能为天使资本退出提供有效的渠道 尽管2010年3月1日开始实施 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再行办法 但它没有把个体投资者和非专业投资机构 包括在内 而这些个体机构构成了天使投资人的主要来源 所以有关天使投资的立法仍然处于空白 最后我们谈一下如何成功吸引到天使投资 首先需要有一个明确未来公司发展的愿景 创投企业需要严谨一概的讲清楚 企业成立以后要做什么 要突出核心 彰显公司发展独特的设想 不要长篇大论 不要流于形式 天使投资人 往往他们的注意力非常分散 你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要吸引到他们的注意 能够让他们有意愿投资 二 如何能够实现每一期的目标 这要求创投企业 讲清楚商业模式实现的具体方案 其中包括产品的研发 生产的制造 市场销售策略 要尽可能详尽 完善的运作思路 每个阶段制定的目标都是切实可信的 不要好高骛远 夸夸其谈不切实际 三 要突出公司团队的优势 创业企业要向天使投资人详细介绍公司团队的股本结构和合伙人的分工 突出团队主要成员的专长背景 强调个人的能力如何适合该岗位 团队的组合如何适合项目创新 要让投资人知道企业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投资的钱也不是给你一个人 而是对于整个团队的投资 企业初创阶段 没有业绩 没有规模 甚至没有产品 有的就是人 吸引天使投资的自然就是由人构成的团队 让投资者相信 即使别人投资相同的项目不能获利 你们这个团队仍然可以成功 当年软银看好阿里的团队 而不是业绩规模 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总裁薛村河 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回忆到 当时中国B2B领域一共有四家公司 除阿里巴巴以外 还有8848 Meet China Sparkis 等等 然而最终软银选择了阿里巴巴 而没有把钱投到其他三个公司当中去 主要原因就是看中了马云及其团队的坚定信念 尤其是18个合伙创业人的创新精神 最终软银放弃了别的机会 集中精力投资到了阿里巴巴 4. 要说透为何现在是一个机遇 创与创业企业要向投资人介绍清楚行业的背景 市场发展的趋势 市场未来潜在的机遇 特别要强调 在正确的时间要做正确的事情 或许别人以前做过类似的项目失败了 但是现在时机变了 与当初不同了 你们做起来一定会成功 第五 公司财务预测与融资计划 这要求创业企业要向投资人清楚介绍 公司当前的财务状况 以及未来短期的财务预测 早期项目的盈利不是最重要的 主要展现出来公司未来的高成长性 潜在的收益率 合理的说明融资计划 当前企业资金的缺口 准备稀释多少股份 在足够诱惑投资人的前提下 稀释的股份不能过多 一方面不要过于吝啬 让投资者兴趣全无 望而却步 另一方面不要过分地看重短期投资 而忽略长期增长后 企业的控股权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